而光荣部落聚会所批建计划能够顺利成行 背后最大的功臣就属县议员林郑福的父亲 今天特别到场的林郑福指出 家父担任村长的时候考量到了部落文化的传承 因此也特别捐出了土地作为聚会所的处旨 而如今部落聚会所正式动土批建 县议员林郑福是相当高兴也十分荣耀 他表示会在议会争取并且支持地方的建设 县议员林郑福表示 全能村长已属于他的父亲 为了保存云住民族群文化完整性 以及呈现云住民部落传统文物等认同感 并且把自己的土地无条件捐给光荣部落 并且有助于凝聚族群的相信力 来向花园政府和云住民主委会争取经费 来兴建光荣部落聚会所 永续传承云住民部落文化 我们还有我们副主席及代表 那为什么要说 我说实在话 我是这边长大的小孩 这块地是我爸爸当村长的时候 献出来这块地 那第二个 我们林前议员 他在任内当议员的时候 也成立我们的 这都是我们在地的小孩 为地方来建设 我们这边多位议员 刚才我们周科长也讲过了 我们在议会都争取 那还是要谢谢我们曾乡长 为了这个新办事业能够提出来 然后我们在议会 甚至于我们的处长 还有我们立法委员 这里这么认真来争取 那一天我们大赛 还有还有八百万 我们这几位议员 我也是为地方 明天啊 在昨天早上 才会有顶目 打入暗门 他都在班车 在那里 好 好 好 还有八百万 看到我们的机会所建好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地的一个 原来他们的一个指标 好 好 好 祝福我们再次的一个活动 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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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林政府表示 光荣部落集会所设置 完整舒适的周边环境 可供光荣部落主任们 以及村民们公共活动空间 不受天后的影响 中断部落集会的活动 集会所多元使用 与部落办理风年记 随时记忆 艺术文化展演 产业推广活动 会议 教育研席 交流 联与餐会 圣诞跨年 以及婚姻喜庆等等 来活化空间 能够勇气文化传承 记得 欢迎收藏 欢迎收藏 欢迎收藏